我們直接看課本,16個的地方 跟上了嗎? 好啦,我確定一下有沒有在錄 OK 第16頁 因為這顆跟上的東西叫Fake News 你們通常應該看到這個圖片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那個買一送一 Buy one and get one free 這個的中文就是買一送一 所以你Buy one,然後什麼get one 重點是那個free那一件事情 所以往下 You have got a message 這個一片V1圈起來 通常你看到這個V1一定是從之前到現在 或者是剛剛發生的事 所以你可以是got 所以你剛剛已經收到了一個訊息 在add the link for 第二個把這個for畫一下 for的後面如果不是名詞 請你加rmg 然後是一個介信詞 所以這是一個連結 不過這個連結是要做什麼的for 這個括號的地方 整個括號起來是因為它是一個形容詞 所以記住形容詞的裡面 那個中間有一槓的 絕對不可能有s 所以什麼buy two 那個two的後面也不會加s 所以buy one get one free 整個加在一起就是買一送一的 他強調就是買一送一的 那這個coupon這個字呢就是優惠券 可是請你幫我寫另外一個單字 叫做voucher voucher 這個字就是比較像是餐券 就你可能譬如說你買那個 淘寬物啊 10張可能就假設5000塊 比較便宜 那下次就拿這一張紙 直接可以去那邊吃飯 那這個字叫做餐券 像在外國很多的大學 他們就是發餐券 你就是不是拿你的手機去刷 他就會發餐券給你 所以voucher寫下是餐券 庫航呢是優惠券 好第二個再把這個app圈起來 那app通常我們接的一定是一個小地方 所以呢 at your favorite coffee shop 用你的咖啡廳mark 小小的一間店 所以用的就是app這個店 所以因為這樣呢 就是剛好你最喜歡連結咖啡廳 送出了一個買一送優惠券的連結 所以剛好你就收到這個訊息了 那接下來呢 也因為這樣 這個我就先跳過 好來再來 那要先跟你講的是這個字 by one get one free 他用的這個是hyphen hyphen就是連字號 通常這個連字號呢 其實當然不能說不適合 還是很多人用 只是說你在用的時候 一定一定要記住 就是中間 我們通常不是用複數 所以你看喔 這種什麼 會創造一個新的一個字字 這個是ok的 因為你們現在都很會去用這些類似的東西 所以呢 你中間用一槓的時候 它加在一起 其實它在英文裡面算一個單字而已 就是一個字 它不會變很多字喔 譬如說too small but still countable too small but still countable 不是五字 這樣算一個單字 就是小 雖然很小 但是很舒服的房子 所以它就變成形容詞 好 再來往下 you happily say let 少了一個單字 所以第二個 把這個happily 往這個字化 所以你很開心的呢 去說了這一件事情 買包把這個lab加上去 那lab後面接著會是一個彼此子句 只要它是受得的時候 這種lab都可以剩 所以你很開心說了這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既然買一送一碼 you will treat your body 好把這個buddy推起來 你們現在呢 如果是男生啊 我們可能就用這個字 bro 就是brother那個字啊 那如果是女生呢 就是this就好 可以basty 對很好 第三個呢如果真的不是 就大概真的就是這麼多字 也可以是basty you're best friend best加ie 所以甜心就叫sweetie s-w-e-t 加個ie 通常加那種尾音加d的時候 就是我跟你很親近 所以呢你可以是bro 可以是sys 可以是basty 所以你要請你最好的朋友 and 好第二個把這個and的圈起來 前面記一下喔 你們基本快一定要知道 前面有主詞 後面有動詞 第二個句子後面呢 如果又有主詞 又有動詞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連接詞 請你們務必不要忘記 因為不然的話 你會變成兩個句子 沒有連接詞 在文法裡面是不對的 所以你很開心的說 好來我請你 and you even share the link with 好把這個share with 畫像就是講A啦 當然全是分享 share with 一定要喔 一定是share的東西 with什麼人 with後面大概都是一個人 所以你不大很開心說 欸我請你 甚至呢 講話到胸口嘛 你甚至呢把這個連結呢 分享給其他 好來把這個other 往這個字畫 通常你們最常看到是others 就是其他人嘛 那other people也ok喔 欸 帳號沒有站起來耶 你們有課本不是嗎 來提提例 再以order的drinks 來把order寫個動詞 就是點餐 第二個把這個drinks的s圈起來 加到s的時候呢 就是各式各樣的飲料 其實拿一張手上籤子 開始抄 沒有就會扣你分數了 所以呢你就會訂了一些飲料 and show the clerk your coupon 好來把這個show 寫個show什麼人 什麼物 這是最基本的 當然第二個 我可以把東西搬到前面去 人 搬到後面去的時候呢 請你記得用to 大部分都是to 那give to buy for write to 要背的是背那個for 因為for比較少 所以sale是to 那用for的大概就是cook make這一種 那唱歌的話呢 就要看狀況 你是為他唱 叫用for 對著他唱 用to 所以for跟to的語意 在於你的用法要用哪一種 所以呢你就把你跟你的店員呢 給他看你的這個優惠卷 only to 好來吧 only to 其實它是通常是相反的意思 就是當下才發現 find it it's fake 好那這個地方呢 幫我們寫個white let 寫個let 寫個let上去 因為一樣喔 為什麼知道是let 被省略掉了 後面有詞詞動詞 你連接了兩個句子 所以當你把優惠卷 給那個店員看的時候 欸我要第二杯半戒 第二杯馬上去送你的時候 那店員就說欸 是假的喔 所以你要付兩杯的錢 所以only to的意思就是不得不 或者是當下才發現 通常是不好的啦 You happily say you'll treat your butt sorry 不怕不怕 好啦 所以第一個你要起課 就是treat somebody something 直接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要跟什麼人分享什麼東西呢 就是share something with somebody 重點還是在後面這個用with 好再來下面這個only to呢 整個例句你可以怎麼改 it surprised you to find 就是當下才發現 所以你會這樣你會不得不啦 或者是很強迫的發現的這件事情 不開心的發現了這件事 好再來 所以這裡幫我寫上去喔 就是不料怎麼樣 就是他接的通常都是不太好的 不太開心的 那動號前面那個 有沒有動號其實 到真的兩個都可以啦 所以他通常都是不太好的結果 不太好 或是讓你覺得很失望的那個結果 所以記得喔 紅麗要記得圈起來 幫我中文寫上去 沒想到卻怎麼樣 所以當下才發現蛤 怎麼是假的 好再來 across the world in India 那這個cross呢 你可以寫個等於around 也可以 就是呢 在世界的另一端 用curse穿越了嘛 那第二個意思呢 他可以除了穿越之外 有時候他的語意比較像遍布 所以呢 我們穿到那個 穿越到那個印度 thousands of 好 第二個把這個s 跟這個of一起圈 有s記得就留我佛齁 然後我寫在這邊 幫我寫個東西上去 如果你有數字的時候 不管你是什麼dozen hundred啊 thousand啊 million啊 我不管喔 其實這就是單位的用法 請你幫我寫個東西上去打擦擦 就是前面有數字的時候 請你不要加s 都不要加s 那你也不要加off 就是s跟off一起留一起審 可是我什麼時候加s 加在後面的名字 所以類似的用法 譬如說兩百塊 那叫two hundred dollars s加在後面 可是如果是好幾把 那就請你記住 記住 前面這個時候 如果沒有s的時候 請你就把s加上去 f加上去 後面的s也一樣 還要再加上去 簡單來說怎麼去分 有s你就留off 前面就不要有數字 所以前面就不會有任何的東西了 所以兩打蛋 因為我每次考你們那個兩打蛋 你們東西在那邊糾結 到底要問off 就把它想成兩百 兩百顆蛋就是two hundred eggs 所以兩打蛋就是two dozen eggs 你就不要再加off 也不要再加什麼其他的東西了 所以類似的用法 就大概這個要跟你們說一下 所以thons of 就是好幾千個的 那有好幾千名的那個學校的小孩呢 breath a sign of relief 好來吧 breath a sign of relief 畫起來 breath這個字 可以是呼也可以是吸 可是真正其實呼跟吸 還有另外它的單字 它叫in hot跟ex hot 就是真正的吐 吐氣跟吸氣 可是breath a sign of relief 就是鬆的一口氣 整個你自己想要去 就是鬆的一口氣 整個的relief 好理加在 我們的中文就說 我好理加在 when they found out let 一樣 來把這個let加上去 當他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哇終於太好了 你看他們兩個開心的輕鬆 狂呼 所以他們很開心的發現一件事情 什麼是 the wouldn't be 好來把這個b 寫個be 那為什麼要加ng 因為那個當時一定會正在 第二個呢 把這個get shot 選起來 就是打真 應該沒有人喜歡打真 尤其現在你們到底要不要打第三季這件事情 可能你們就要好好考慮 第三季學校應該合理來說 不會再幫我們同意處理了 因為每個人的第三季可以混打 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呢 是因為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 所以因為你們都是打bnt 所以你們的bnt 最後到底要搭配第三季的bnt 還是莫德納還是高端 這個真的要你們的家長去幫你們決定了 然後他不可能學校來 來我們這邊打 然後幫你三季都準備 不太可能 甚至AZ 因為你不能打AZ 所以第三季你們要自己有個心理準備 有些地方他規定只要打兩季 可是有些你如果沒有打第三季的加強 自己是進不去的 所以他們打真這件事情 好那也因為這樣 來幫我寫個那個加強季 幫我寫個booster dose 或是booster shot 這個字就是我們的所謂的第三季 你們如果打完 你就會看到你的那個上面 然後那個小黃塔上面 就會看到那個booster dose 他們都是用dose這個字 dose就是劑量的意思 可是不是shut 就是那一根 那一針 這個就是加強劑 好 我下了 不要理他 好再來 那shut這個字呢 幫我寫另外的三季 因為他的第二個意思其實不好 就是他 希望你們真的要勝選 因為有些人腦部真的蠻弱的 就是這個字 就是shut除了當成打針之外 其實就是你吸 不能講吸毒 吸是用嘴巴 就是你注射那個毒疹 也用這個字 那英式的話呢 就用JAD 可能覺得他在外國大麻又沒什麼 那不要忘記喔 那是在外國 台灣就是不行 好 再來下面 那快速你就看一下 你覺得你想抄的 你再抄 第一個呢 叫along shot 所以along shot不是一根長針 他的意思是說 不太希望你可能覺得成分文機率不大 不過你想試 因為你要花一些時間去試 第二個呢 叫a shot in the r 叫強心針 不是真正你的強心劑啦 不是你心臟已經摔底要打針那個 就是可能有人幫你加油打氣 嗯好 我忽然有勇氣了 然後第三個叫a shot in the dark 為什麼 因為暗暗黑暗當中 你要去那個射擊 這個其實就是有一點是沒有根據的瞎才 那第四個呢 叫give something your best shot 這個是口語喔 就是盡力 just do your best 好最後一個 我就很鼓勵你們敲這個 因為這個字通常就是被暗算 he got the chip shot 那個chip如果是便宜的話 就是很爛的有沒有 所以就是被暗算 好 你如果真的來不及的 就回去看影片 我等一下就把它上文上去 ok啦 所以跟shut比較有關的一些難字 一些用法 你可以先看過就好 不見得一定要敲 好再來doctors were supposed to 把這個word supposed to圈起來 兩個字加在一起 他等於一個主動詞就是should 就是應該 中文啊 就翻成應該 所以醫生呢 他們應該或者是原本打算要做這件事 所以很多醫生呢 他們其實本來是give lamb 把這個lamb 是個students 或是kids 你可以寫小朋友 我寫kids好了 就是小朋友就是聽到 哎不要打真的好開心有沒有 就是這些人 本來醫生呢 其實是要幫他打vaccine 這個這個字下應該沒有人都知道 就是疫苗 那you are vaccinated 就是你已經被打疫苗了 這個vaccine是彼此 所以醫生本來要幫他們打那個疫苗 for potential phantile disease 所以現在很可惜 就是12歲 至少台灣啊 12歲以下的小孩還不能打 那不過美國有開放 5歲以下是真的就是行 所以呢 要對他們呢 做一些 為什麼要打疫苗啊 當然就是為了一些潛在的那種致命的 好啦 把這個phantile寫一下 就是deadly d-e-a-d-l-y 會讓你死掉的 不過還好啦 Omicron現在就是 最多最多就是可能有人是沒症狀 有人可能是一點點不舒服 可是重症的狀況變傷了 對不起 好啦 所以we're supposed to in that pill 那再來比supposed 就是第二個意思 他其實就除了一般印章之外啊 通常是指因為你的規定 或者是你的媳婦 甚至是你的老闆 可能有特別的要求 那你就被要求了吧 所以這個就算得應該 好再來however 然而 upon hearing about the news 這是我們這課的句型 來把upon這個字寫個等於as sooners 我拉在這裡寫喔 那這兩個遊手不一樣 如果是as sooners 請你用子句 as sooners 請你用子句 主詞加動詞 那upon這個字呢 為什麼他只能加ing 是因為第一個 他主詞相同 前後同一個主詞 所以你會發現你的原本的句子 主詞不見了 沒錯吧 主詞不見了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是同一個主詞的時候 你當然你就可以直接用upon這個字 如果你發現主詞不一樣 那就是你用as sooners 就是你怎麼樣 就怎麼樣 所以一聽到一得知 這個learning呢翻成得知 一聽到那個消息呢 on social media saying that 把這個say 這個字圈起來寫個說 或者是告知 或者是報導 譬如說廣告刊版上面有寫到 英文都是用say這個肉 所以一聽到那個消息啊 就是那個社群媒體上面說 let 好 再把第一個let的話同化 那後面呢 你一定要接主詞嘛 所以主詞叫vaccines 頓詞就是cause 所以一聽到那個社群媒體說 不要打疫苗 因為你一打疫苗呢 會causeautism 這個字是 知道是什麼嗎 自閉耳 對 那高功能自閉症是亞斯伯格 亞斯伯格就是這一種的level up 進階 所以柯P不就是那個高功能自閉症嗎 其實他們都是天才 其實不要以為自閉症其實不好 他們只是不懂得跟人相處 可是他們在對數字啊 對邏輯他們有非常強的理解能力 所以呢打疫苗會得自閉症 誰敢打 所以the school of authority 把the school of authority 把the school of authority 放起來 就是學校當局 學校高層 那你們最常看到其實還有一個叫the authority concern a-u-t-h-o-r-i-t-y 我寫在這裡唷 因為你們最常看到是這個片語 the authority concerned 就是有關當局 加個ed 那這個the school of authority 就是學校的高層 那如果是相關單位的話就是authority concerned 所以學校的一些人啊 cancel 一聽到就不得了 因為沒有人敢做這件事情啊 你如果打完 你的小孩變自閉症 你的爸爸媽媽應該就直接抽過來了吧 所以也因為這樣 他們就cancel了vaccination 看到嗎 剛剛是vaccine 現在是vaccination 就是打疫苗這件事情 這個行為就被取消了 如果真的有人這樣子講 所以假消息這件事情 真的有時候是害羞 好啦 再來往下 對不起 所以appong這個字呢 可以等於up 那記得加ng 是因為你的主詞 跟前面的是同一個 所以我這個主詞就會不見 就不需要了 那就加ng 所以一怎麼樣 就怎麼樣 ok囉 好 然後這個呢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裡不加ng 你可以用arriving 當然ok啊 因為我強調一件事情嘛 所以加ng也對 加名詞也對 就是不能只有講arriving 因為你要連接的是一件事情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就怎麼樣 可是roserters呢 你會發現這裡 先人名 再彈彼此 記得喔 一定要前後同一個主詞的時候 我才可以用 才可以改和pone喔 好 再來往下 那這個saying let 這個say記得 他修飾就是後面的這件事情 報告裡面強調的這件事情 那school authority呢 就是學校法局 再來往下 let make such a decision 來把made a decision 畫起來 我們的文法書裡面啊 後面你們會上張這個字 來吧 sucher 一起用一光筆畫 考試你就記得 su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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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h後面一間筆詞 所以他們做了這樣子的決定 那這個essing 寫的好像 那essing呢 既然你用的是這個字 好 往這個字畫 比過去式更早發生的 我們就會用過去完成式 所以你會發現前面是過去式 後面用的就是還沒加PP 所以好像在這個更早之前 他們已經做了這件事情喔 什麼事情 Proven 好 那個Proven呢 好像感覺呢 已經被證實過是正的了 就好像對明明都還沒有講啊 只是社團說 你打了疫苗 一家小孩變自閉症喔 就學校就取消了 取消完之後呢 他們就馬上就 欸好那我不要打疫苗好了 為什麼不打疫苗 好像他們之前已經做了這個決定 就是已經去證實過 真的沒 真的這樣沒 但是不要打好了 說的好像是他們已經證實過了啦 就later 好啦 later寫個等於 later up 一樣喔 就是很快的 不久之後 doctor is conducted thollow test 這個thollow呢 是個全面的 就是完完全全的 徹底的 所以醫生呢 就執行了 做了這個完完全全 就是很徹底的做了一個測試 and conclude 所以 conducted呢 是個V1 concluded呢 寫個V2 所以醫生做了這兩件事 第一個 他先做了徹底的檢測 第二個呢 他做出了這個決定 或是這個結論 那這個結論是什麼的結論呢 來把later往後畫 一樣子句 除詞加動詞 就發現了一件事情 there was no connection between 那connection的後面 有時候是two 有時候是with 有時候是between 那between是兩者之間 就是好像疫苗跟自閉症 這兩者之間根本就好有關聯啊 他們已經去做過實驗了 也做了很多很多的數據了 就發現哪有啊 誰講的 亂講 再來往下囉 所以那個s in bea號 幫我寫個等 reverse low 就是好像的意思 OK嗎 好還有一段 好 那這個記憶箱 這裡幫我 我自己寫在這邊給你看 什麼時候有用喊的加PP 前面是過去式的時候 先決條件 你如果一定是要用過去完成式 句子裡面一定有個過去式 所以過去式一定搭配過去完成式 它不會帶不出現 這樣可以嗎 好 再來這個 那proof呢本身呢就是證明啦 所以proven就是被證明 那當然你可以用to be 加一個名詞 加一個形容詞 就是被證實後面的這件事情 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或是一個什麼東西 好 ok啦 那當然有教你們寫就是later 等於later on 剛剛有教你們抄碼在這邊 好 那第二個呢 兩者之間的觀點 可以叫connection between也好啦 connection to也有人用喔 所以兩者之間 你可以用between a and b 好 再來我就上到這裡 再來yet 來把yet寫個對 however 然而 或是but 它通常大概就是接相反的概念了啦 所以然而呢 這件事情怎麼了 let 這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就是醫生出來證明說 根本沒有這種事實的這件事情 didn't stop people 好來把這個stuff form 發起來 那stuff form呢 就是阻止某人做某事 所以也因為這樣呢 你幫我把這個frank的寫 那個IG化一下喔 因為frank是皆信詞吧 不過因為事情已經散播出去了 尤其像印度啦 非洲啊這種其實並不是這麼進步的國家 他們其實是無從可能知道 當時立即的消息 所以這件事情雖然一生已經出來的 但是並沒有阻止人們去做這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sharing the story 他們並沒有把這個故事啦 這個報導呢 分享出去 然後這一件事情 這個動號 寫個非限定 我來修飾的呢 就是前面這整個句子 所以我會有個動號 叫非限定 那因為這件事情 沒有人傳遞這些新聞的這件事情 might 可能 那這個可能性等一啦 好來把這個result in寫個加結果 然後我旁邊寫一下喔 result from 加原因 in接結果 from接原因 in接結果 from接原因 一個是結果 一個是原因 所以請你幫我寫上去 中文都是導致 一個是導致什麼樣的結果 一個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所以這件事情呢 可能會造成the unnecessary death of born children 這個unnecessary呢 就是一個形容詞 就是不必要的 沒有需要的嘛 所以necessary necessary 是需要的 所以unnecessary呢 就是不必的 不需要的 好了 那我就快速把一些要補充的跟你講 所以那個yet呢 剛剛教你們寫的嗎 等於 however 好 然後yet呢 除了翻成runner之外 也可以跟我們警官一樣 那剛剛沒有教你們寫的在這裡 stump from 就是prevent from 就是阻止某人做某事 ok了好 好來 那就到這邊 我要保留好了 保留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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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